引起GAP业来说 面试观更在意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曹老师 每期待你解锁一个职场加油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GAP业 最近社媒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GAP业会不会对自己的面试当中 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般来讲GAP业是指6个月以上 如果你的简历近期有两段以上的GAP业 并且伴随着比较多的跳槽的频率 每家公司比较短的在任的时间 的的确确会影响你获得面试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的简历当中存在了GAP业 你依然坐在了面试观面前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 HR更加看重你的精力、能力、经验和岗位的匹配度 也就是人感匹配度 但是你对GAP业的回答 在面试当中的回答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减分项 因此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比起GAP业来说 面试观更在意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GAP业突然发生没有规划 并且没有妥善处理好和相关方的关系 在曹兰师资讯的同学当中 有一位同学是提前半年制定了GAP业的计划 不但事先告诉了公司 且帮助公司找到了继任 妥善地进行了移交 这样反倒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加分作用 因为面试观更看重的是你的计划性 职业成熟度和稳定性 这是你个人的职业品牌 第二面试观更在意的是 GAP业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来讲 GAP业的目的包括充电学习 调整自我状态 尝试创业或者是自由职业 以及照顾佳人等等 所以你需要在面试当中非常简单 真实地说明我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给到大家的提示的是 主动地提到你的GAP业 不要等到面试观来被动来问 调到GAP业的目的是否实现 有一位同学他从事品牌营销的工作 他就告诉我 他GAP业的目的是 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 让他遇到了工作当中的瓶颈 所以他希望专门停下来半年的时间 去国外考察有机食品的市场营销 那他告诉面试观的是六个月当中 他如何安排自己的考察路线 甚至分享了在自己微信的公众号 记录的每一篇的考察的心得 也有一位同学分享了他的原因 就是单纯照顾母亲 虽然照顾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但他也比较简单地分享了 个人在其中的收获 并且最终为母亲身体的恢复 感到开心 这样一种积极情绪 所以GAP业并不是一种无所事事 不是一种逃避和谈平 而是更加积极地去面对你人生当中 当下要解决的问题 那第三一点的是 在GAP业当中 你的工作技能和职场状态 有没有恢复到一个上场的感觉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比如在我们看足球比赛 中场换人的时候 替补队员的登场状态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越于浴室 想上场有好好的表现 其实好的GAP业 应该是要达到这样的状态 并且在面试当中表现出来 所以你在面试当中 你的身体语言 你的眼神 都会传递这样的精气神 另外一点大家也注意到 替补球员在上场之前 其实早就在场面进行热身运动了 所以你需要告诉面试官 你为这次重返职场 做了哪些机械的准备 并且展示出来 我们有位同学在面试前 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去了解企业的行业 因为他的GAP也有足够的时间 反倒可以做 比较深入的行业的研究 可以学习 所以他能在面试当中提出一些 更有洞察 更有洞见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那这样的状态 会来面试官认识到你 并没有伸出你的职场的技能 这也是面试官非常欣赏的一个状态 人生难免要停一下 但希望你再次出发的时候 真正能够充满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